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过多久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寂寞 开始频频和吕不韦私通 他与吕不韦私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 但是对于吕不韦来说却并非如此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 有权有势什么样的美人会得不到呢 况且现在赵姬身为王太后 臣子与王太后私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吕不韦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赵姬是靠什么让吕不韦不顾杀头的罪名 与他私通的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吕不韦是相国 是秦王之重负 总揽着朝政大权 但不管怎么说 他依然是个臣子 而赵姬虽然不再年轻 容颜也比不了当年 但是他终究是王太后 君臣相比 孰重孰轻 勿庸多言 吕不韦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才拥有今天的地位 他哪敢轻易得罪王太后呢 所以生理与政治两种不同的需求 将赵姬和吕不韦绑在了一起 吕不韦经常出入后宫 与赵姬私会 大家尽管心知肚明 但都迫于太后和相国的权势 而不敢生长 而且当时嬴政年纪尚小 所以他们的关系 暂时能维持下去 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 吕不韦和赵姬之间 不正常的关系 很难不被察觉 人们虽然不敢明说 但私下总会议论 总有一天会传到嬴政的耳朵里 吕不韦为此 整天提心吊胆 担心坚情败露 而大祸临头 于是开始寻找技能避祸 又不被赵姬察觉的脱身之际 思来想去 吕不韦决定给赵姬找一个 能满足他生理需求的男人 来转移赵姬的注意力 恰在此时 他听说民间有一位 在防围知识上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 于是将其收为自己的门客 这个人就是烙矮 可是如何将烙矮献给太后 又不会让太后察觉出 这是她的金蝉脱鞘之计呢 吕不韦为此想出了一个妙计 在一次与众人歌舞行乐时 他故意让烙矮当众 用生殖器转动 以铜墓制成的小车轮 目的是借助众人之口 四处传播 吕不韦知道 王太后是个生理需求极其旺盛的女人 如果她听说民间有性功能非常强的男人 一定会想将这样的男人招进宫中伺候她 这样吕不韦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将烙矮送给太后了 果然太后听说这件事后迫不及待的 想要得到这个男人 以满足私欲 她找到吕不韦商量这件事 吕不韦当即答应 进县烙矮 可是难题又来了 怎样将烙矮送进宫呢 那时男人进入后宫 那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吕不韦和王太后 商量出了一个好办法 诈令人以辅罪告知 不韦又因为太后约 可恃诈辅责得己事中 也就是说 先找人告发烙矮犯了公刑罪 然后私底下贿赂主管公刑的官员 于是整个公刑只是装装样子 不过宦官是没有胡子的 而烙矮长有胡子 为此只能一根根的将他的胡子全部拔掉 最后烙矮顺利的以宦官的身份 进宫服侍王太后 烙矮并没有让吕不韦失望 很快便得到了王太后的宠爱 王太后对他极为满意 整天跟他一起私混 再也不去纠缠吕不韦了 至此 吕不韦的金蝉脱鞘之际 取得了圆满成功 然而后来的事情 却脱离了吕不韦的控制 他没有想到 这个烙矮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当王太后的男宠 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他还想在政治上风光一把 烙矮进宫之后不久 太后就怀了烙矮的孩子 事情有点严重了 很容易被嬴政发现 太后赶紧找到吕不韦 商量对策 吕不韦建议太后离开秦宫 太后一计声称 自己身体有恙 让人在宫中补了一挂 说现在居住的宫殿风水不好 必须离开才行 而远离秦宫的凤祥宫 是最好的去处 对王太后的身体非常有利 嬴政不宜有她 马上派人将母亲送到凤祥宫 而烙矮作为王太后的贴身宦官 自然是与王太后同行 就这样 王太后和烙矮在凤祥宫 过起了幸福的二人生活 没过多久 王太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时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一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不过王太后的保密工作 做的还算可以 嬴政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出事 只是王太后过于宠爱烙矮 后来竟然让嬴政封烙矮为长信侯 把山羊帝赐给他做封帝 山羊帝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霍家沁阳一带 烙矮没有去自己的封帝居住 仍然住在宫中 陪伴王太后 烙矮成了王太后身边最红的人物 凤祥宫的大小事物都由他说了算 其生活更是奢靡浮华 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 后来太后又将河西和太原二郡 作为烙矮的封国 凭借王太后的宠信 烙矮由一届雍夫扶摇执掌 变成了身家显赫的权贵 他开始结交官吏 网罗党语 当时的魏魏杰 内使寺 中大夫 令奇等二十多人 都投到烙矮门下 还有许多人愿意成为他的舍人 以至于烙府的家奴达到数千人之多 烙矮的政治经济实力极度膨胀 使他的政治野心进一步扩张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居然开始干预起了郭正 战国策中说 烙矮集团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秦境 其实力足以和相国吕不韦并驾齐驱 这一点是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的 当时 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 和以烙矮为首的集团 成了秦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集团 双方为了争夺权势和利益 明争暗斗 烙矮凭借王太后的权势 干预国家政事 一时间 大小政事都绝于烙矮 然而烙矮毕竟是个市井小人 有了钱有了权之后 很快便有些忘乎所以了 他公事车马田园游猎 买官欲绝 结党营私 无恶不作 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 有一天 烙矮与钟大夫 严谢一边饮酒一边赌博 烙矮连书数局 趁着酒性赖起仗来 严谢也醉了 坚决不同意 烙矮火了 抓住严谢的衣服 啪啪几个耳光打了过去 严谢哪肯相让 也挥手将烙矮的帽子抓掉 烙矮大怒道 我是当今秦王贾父 你竟敢与我相抗 严谢一听 酒立马醒了一半 拔腿就逃 烙矮是穷追不舍 恰好碰上秦王嬴政 严谢吓得立刻跪地请罪 嬴政是个机敏的人 对烙矮的事情又怎会毫无察觉呢 他之所以装作不知道 只是因为没有拿到确切证据罢了 他一声不响地把严谢带到齐年宫 细问其中缘故 严谢早就吓得酒醒了一半 于是把烙矮的醉话 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 最后还补充道 大王 这个烙矮根本不是什么宦官 他是假装受了宫刑 而被送进宫偷视太后的 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深藏宫中 而且还说不久就要篡位 严谢的话证实了嬴政心中的猜疑 他怒发冲冠 真想马上把烙矮杀掉 但是他心里明白 眼下的局势 烙矮眼下正受王太后的庇佑 而国家实权还掌握在 吕不韦和太后的手中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 因此他只能把愤怒和仇视 深埋在内心 等待合适的时机 再动手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